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一个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与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与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与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袁医生你好 Hello,Della好,大家好 今天麻烦你再继续与我们分享一下 一系列的婦女怀孕期间 常常遇到的问题 如何用同类疗法去处理 我们今天不如谈论一下 有时可能婦女怀孕的时候 会出现阴唇的肿胀 会有肿胀或发炎的问题 可以在临床上的同类疗剂 如何应用呢? 人夫遇到这些问题 我们也有五种普遍应用的疗剂 第一种是蜜蜜汁 CPR-Officinale蜜蜜汁 蜜蜜汁是女性经常用得着的 尤其是和荷尔蒙改变有关 可能是青春期、根应期、怀孕等 在这期间是荷尔蒙的改变 导致很多女性需要蜜蜜汁的尿剂 主要蜜蜜汁的症状就是 患者感觉子宫像是下唇 像是想由阴道走出去 因为这种感觉 病人往往要招着脚坐 保护着,不会让子宫掉出去 这是蜜蜜汁的主要阵型 第二种疗剂是融拱 Mercurus solubilus 融拱 通常有些尿道不适 尿道小平坡时会痕 有畅烈的感觉 清洗一下阴唇会舒服一点 如同这种症状可以考虑用融拱 Mercurus solubilus 另外一个疗剂就是咖啡 Coffee crudum 咖啡 这个症状的阴唇和阴度是非常敏感的 而且很敏感的 而且敏感度是你不敢拱它 咖啡 咖啡的人通常会很敏感的 对声音很敏感 这是咖啡的主要阵型 它敏感到你不敢拱它 那种感觉 另外一种就是执拍 执拍 执拍是一个经常用到的疗剂 很多时候跟性病有关 可能曾有患有临病 尤其是临病 可以考虑执拍这个疗剂 Sulia occidentalis 另外一种就是马前子 Nux vomica 通常马前子的阵型 有其他的伴症 例如便秘 有时便秘很有趣 他经常感觉想去磨 好像有些东西在肝门上出 但却不能出 那种变异在 但去之后就磨不出 或者有尿感 想去磨尿 但去之后又磨得不尝 这个很多时候是马前子 但记住马前子是一个经常性 有这种旅急内众 想去又去不了 但是很急 这个在便秘那里经常有的 这五个简单的疗剂 遇到阴唇发炎或者肿胀 人负在这个时期遇到这个问题 可以考虑使用它 这五个疗疗剂也很常见到用 在临床上 很多其他的症状也很常用到 这五个疗剂 当然了 这个系列是针对性 妇女怀孕期间 但刚才袁医生提及了疗剂的症言 如果大家一直有收听我们的节目 都知道可以有很多方面的用途 如果你有类似这些阵营 也不妨可以一试一下 看看疗剂如何帮到你 座的疗剂很强调 同病异治 异病同治 很有趣 这是很明显的 大家都听过这种说法 同病异治 同一个病人 但不是同一个疗剂 是不同的疗剂 要视乎你的阵营 所以很多时候 有些人觉得同类疗剂是很难用的 我承认同类疗剂是很难用的 但你用到的效果是非常惊人的 所以很值得大家好好地去用它 虽然很难用 但用的同类疗剂是非常安全的 初生的BB 甚至百岁的老人家都用 它是没有不良的副作用的 所以家中必须常备有些疗剂 才能达到有病无患 有急性的问题 可以立即处理 不会错过治疗的黄金期 多谢余医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各位余医生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与余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想查询刚才我们提及的疗剂 或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余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发愈利 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你,余医生 拜拜 大家收听,拜拜